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颇奖 独家出品 第147集 我和雷神建立战神宫 将大家集合在一起 是希望诸位人类的精英能够为人类生存而努力 团结 你们必须记住这两个字 否则 我们人类和怪兽种族生存之战 很可能就是我们人类灭亡为结局 黑衣男子红冰冷道 海鱼怪兽数两是我们人类很多倍 王级怪兽也比我们多得多 还有两大怪兽黄者 宴会厅中的罗锋听了一惊 怪兽黄者 两个 不过其他议员们没有丝毫惊讶 显然都知道这个 团结是第一位 我不想看到类似于雅汉 李南盛的事情发生 如果发生了 我和雷神不介意除掉他们 这样的人只会是害群之马 黑衣男子红声音冷漠 所有议员没有一个敢吭声 至于罗锋的事情 罗锋的兵器叫顿天梭 一群一元耳朵竖起 这是我给罗锋的 黑衣男子红冷漠道 当然一是罗锋天赋够好 二是罗锋当初在雾岛得到大量草木之灵 全部给我 我才换取一件顿天梭给他 我这个人很公平 你们想得到就要有付出 黑衣男子红看着罗锋 罗锋 你跟我来 其他人继续宴会吧 说完 黑衣男子红掉头朝外走去 光头合上雷神 也跟在一旁 而罗锋听到命令之后 也连忙跟上 走出宴会厅 轰隆一下 宴会厅大门再次关上 所有议员这才送了一口气 一个个彼此相识 都信有余计 红和雷神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在医院面前发怒了 人是很健忘的一种动物 十几年时间 足以让他们忘记 红和雷神的心狠手辣 刚才那一幕 所有人都感觉 在红面前 生命都不再是他们的 这种感觉令人惊恐 没有一个人再敢起白心思 跟随在黑衣男子红 白袍合上雷神身后 罗锋平静跟随 他们两个 才是地球上最强者 罗锋看着二人背影 将这二人当成了 心中超越的目标 能够在短短数十年 一个达到行星级七界 一个虽然是行星级六界 却号称行星级无敌 这种修炼速度 是远远超过地球上其他人的 沿着通道 金属大门开启 三人进去 金属大门关闭 一路前进 很快来到了露天天台上 红和雷神都坐下 红看眼罗锋 左 是 关主 罗锋到一旁坐下 腰背臂直 罗小子 你是怎么凭借把顿天梭 去杀了李奥的 给我详细说说 雷神一脸笑容 显得很亲切 当初我和你们管主 发现的顿天梭 琢磨了好久 虽然知道这念力兵器 威力很大 可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用 罗锋心中一惊 光头水晶人说过 红和雷神都得到过 其他的古文明传承 显然是知道念力兵器 威力极大 可是 顿天梭是云莫星 独门念力兵器之一 使用方法也是绝密 外人得到顿天梭 也根本没法使用 怎么办呢 顿天秘诀的秘密 切不可外露 按照上面所述 传给云莫星内部 都要罚苦衣60年 传给外人是杀无赦呀 那光头水晶人 可能监测整个地球 围旦泄露 他肯定知道 说不定直接放出一道 激光江湖劈死呀 罗锋不敢有丝毫冒险 红和雷神相视一眼 有难处啊 红看着罗锋 我是在想 到底该怎么说 罗锋深吸口气 相信关注也能猜出 那九号古文明一记 有一个智能系统在背后控制 红和雷神都点头 地球上诸多战神一次次进入 是很容易发现的古文明一记 程序化现象很严重 自然而然 猜出那古文明一记 由智脑系统控制 我之前说过 因为脑欲扩度高 在九号古文明一记中 接受到特别考验 也是经历死亡危机 在这过程中 我得到精神念诗之掌控师的一点指导 其中我就学习了 遁天锁两种用法 一种攻击 一种防御 最终 我在其中一年零三个月 这才完成任务 并且得到了一套 精神念诗之掌控师的修炼密法 只是我觉得 这九号古文明一记 仿佛一个老师 在筛选弟子似的 却将许多知识遮遮掩掩 罗锋摇头一探 红雷神微微点头 很正常 红淡然一笑 那九号古文明一记 是现如今地球上运行完好的 少数遗迹之一 据我们所知 那就是一个筛选弟子地方 不过 他对精神念诗比较有待 看精神念诗死亡率 和无者死亡率 就能看出来 罗锋一掙 对 在进入之前 红说过 进入九号古文明一记的 高等战神层次精神念诗 有人失败 却没有一个死亡 而战神的武者 死亡率却很高 很显然 这九号古文明一记 偏爱精神念诗 在筛选上 并不是很公平 所以我猜测 九号古文明一记 背后的势力 应该看重精神念诗 红道 罗锋暗自喝彩 按照自己得知的 云莫星主人 护炎博 创造出诸多念力兵器 能创造念力兵器的人 恐怕是精神念诗一脉 不可思议存在 须知 这件遁天梭第三形态 想要使用 最起码是宇宙级精神念诗 能制造 让宇宙级强者 都要辛辛苦苦 才能掌握的兵器 这护炎博 实力恐怕超过了宇宙级 云莫星主人 既然在精神念诗中大有成就 专门筛选出精神念诗弟子 也就不奇怪了 这个势力 看重精神念诗 而九号古文明遗迹 只是入门筛选考验罢了 怎么会教导很多 红摇头 随即看着罗锋 罗锋啊 地球上达到一元级精神念诗 只有一个 是第四仪仗 伊斯特 不过他天赋美尼高 而且那个人野心太大 我不喜欢 你现在能控制十六并暗器 应该能突破了吧 红看着罗锋 那伊斯特 不过最多能控制十四把暗器而已 应该吧 我最近也感觉 随时能突破似的 罗锋回答 嗯 红和雷神 都是微微点头 地球上如果说谁对宇宙中了解最多 那就是红和雷神 地球上诸多遗迹 大半都是他们两个最强者发现的 罗锋之导弹 也远不如红雷神多 对茫茫宇宙了解的越多 红和雷神才不敢有一丝放松 好好努力 红鼓励了一声 关主 你们之前说怪兽黄者 这怪兽黄者怎么回事啊 罗锋连忙追问道 红和雷神相识也 红正中道 你进入一园这个圈子 时间太短 其实 这算不得大秘密 不管是人类还是怪兽 能突破战神级 领主级之后 不是说势力就不增长了 我们人类中的一元强者 也是有强有弱的 甚至于 还有我和雷神 远远超过其他人 怪兽也是一样 王级怪兽中 有强也有弱 不过一般差距不会太惊人 数倍差距而已 可是 面积是陆地面积数倍的海域 无数怪兽盘踞 王级怪兽数量那么多 自然也会诞生出极为可怕怪兽 这两头怪兽 被我们称之为 怪兽黄者 眉头的实力都非常惊人 除了我和雷神 地球上其他人遇到他们 必死无疑 红说得毫不犹豫 罗锋心中大惊 还有这么可怕的怪兽啊 不过仔细一想 也能明白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多 如草木之灵等等 普通武者根本不知道 这怪兽黄者消息一旦传开 只会让人类社会更下动荡 只要让议员们知道 还有能秒杀他们的怪兽 议员们才会拼命努力 才不敢松懈 记住 议员级只是开始 而非终点 切不可懈态 红郑重重道 明白 罗锋点头 自己当然明白 所谓的议员级 真正的称谓是行星级 自己还知道 行星级分为九阶 还知道两位管主 一个是行星级六阶 一个是行星级七阶 红微微沉溺 道 嗯 我局限五管任命 第六位巡查室 是要全球公开的 是要选择一个重要日子 我想 一月份的一号 五号 十八号 都是不错的日子 你选一天吧 接任巡查室 罗锋略微思考 笑道 这一月一号是元旦 感觉不太好 就一月五号吧 嗯 好了 参加盐会去吧 是 罗锋应命 当即退离开去 露天天台上 只剩下红和雷神 红哥 我感觉这小家伙 隐藏了什么 雷神笑看向红 每个人都有秘密 有的秘密 连亲人都不会告诉 有必要逼迫吗 红正中道 我一直担心的是 地球终有一天 会被宇宙中一些国度 视力发现 到时候 地球人类是灭亡 还是被奴役 是被当成奴隶卖掉 还是能侥幸生存 很难说 所以 我们必须尽早进入恒星期 这样一来 也有保护地球能力 嗯 雷神也是微微点头 地球上两大巅峰存在 担忧的却是地球人类的命运 他们很清楚 地球在茫茫宇宙中是何等渺小 而地球人类 只是生活在这一颗行星上的土著 砰砰砰 敲门声响起 进来 红开口 门自动开启 轻微妖娃走上露天天台 宫警道 管主 刚刚得到消息 雾岛那边发生一些特殊变化 管主看完视频就知道了 雾岛 红哥 不就是你得到摩阴藤的地方吗 雷神警察道 我放吧 红吩咐道 明月小区 晚上 罗峰一家人都在吃晚饭 爸 妈 今晚我要出去办事 大概要五六天时间 五六天 罗峰端着饭碗 捡了一块炒蛋 饭桌上 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罗红国 母亲龚心兰 弟弟罗华 都吃了一惊 这才回来两天 怎么又出去 龚心兰忍不住道 没危险吧 孩子出去 是有大事 别打岔 罗红国低声喝道 我是关心小峰 你喊什么呀 龚心兰立刻喊道 好了爸妈 罗峰连忙道 这次我出去 是一点危险都没有 只是办一件紧要事情 五六天之后就能回来 一家人这才略微放心 毕竟罗峰的确是 刚刚消失了一年零三个月 深夜时分 罗峰脚踏顿天缩 悄然离开家 而后在黑夜中 悄无声息 进入王级智能战机 智能战机内部 座椅放平 平整入地板 罗峰盘膝静坐其中 放心吧 乖 到时候 给你通电话 罗峰结束了 和虚心通话 一号 接下来段时间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我 指着我出来 罗峰吩咐道 一切都准备妥当 和家人还有虚心都说过了 巡查室任命 是在一月五号 还有八九天时间 足够自己突破到行星级了 九九断神 罗峰深吸口气 闭上眼睛 脑海中迅速将 九九断神的八十一步过程 回忆了一遍 没问题 那就 开始吧 罗峰呼吸逐渐变得平缓 心跳减速 而在那无边的湿海当中 原本平静的 已经形成 挽入一条星河的精神念力 猛地汹涌澎湃起来 轰隆隆 汹涌精神念力 骤然开始旋转 开始不断地加速 再加速 各位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